粉条是广西富川虎头村老乡们的致富产业 年前年后红薯已经丰收 正是做粉条最忙的时候 漏粉 捞粉 洗粉 晾挂 红薯从收获到最终被做成粉条 总共需要经过30多道工序 广西富川富阳镇的虎头村 有种植红薯的传统 每年秋冬季节红薯收获之后 村民就会开始拿红薯加工粉条 所以每年的春节前后 村里的粉条加工厂都挺忙 村民介绍说 村里年产粉条20多万斤 年销售额能达到240多万元 基本上村子来的人都是订货的 不用上街卖